不應當用這種好像下最後通跌 這樣就要一天之內回復 感覺上就好像大黨在打壓小黨 更明白講這簡直就像逼分 也不用算計那麼多 其實這樣明白講 其實我們要的只是一個讓大家可以 信服的比賽方式 你不要弄在比賽方式 人家一看就設局 這個人家就不要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公平公開 公平公開的比賽方法 我們還是可以參加比賽 我覺得是這樣 不應當用這種好像下最後通跌 這樣就要一天之內回復 感覺上就好像大黨在打壓小黨 更明白講這簡直就像逼分 而且連那個選票都幫你印好 只有柯侯跟侯科 他完全沒有讓你選擇的遺地 我想今天民進黨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獲得權力以後的傲慢 才會變成墮落這麼快 所以是這樣 我們不希望說有一天我們拉下一個傲慢的政府 又換了另外一個傲慢的政府上來 這不是我們期望的 我們不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分裂對抗的國家 應該還是那一區啊 團結結合團結的力量 我們內部永遠都在分門北派 你知道 自己內部都搞不定了 你怎麼有辦法去對抗外面的中國大陸的問題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也許是我們醫生的個性的關係 我們那個病人送到我們台大院急診處 我們從來沒有問到說要在哪一棟 所以應該用這種態度來處理台灣的政治問題 為什麼政治人物一定要分黨分派 還有分派系 會把這個國家搞垮真的 好